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的六四宫相关含义 古人说道 命由己照 相由心生 佛家认为一个人的外貌神韵 隐藏着命理拳击 这也是道家玄学武术 三一命相谱所说的相术 其中最有名的相术就是蚂蚁相法 其实经由人的面相也能一窥指微斗数命盘十二宫的位置 及其面相展现宫位的含义 并且用来推测疾胸或浮贵贱妖兽的方法 而蚂蚁相法中所谓的面相十二宫也是相术分析中非常重要的一环 蚂蚁相法将人的面部十二个关键位置称为面相十二宫 分别是位于印堂的命宫对应着此生本命的方方面面 位于前额两侧靠近法际线部分的迁移宫 反映着出门在外的疾胸情况 位于额头正中间的官路宫代表着事业官运 位于眉尾上方的福德宫则表现出品性品德与福德福报的关系 位于颜尾的夫妻宫就是看一个人的感情婚姻状态 位于卧蚕部位的侄女宫展现的就是侄女指示的状况 位于左右面颊两侧的交友宫代表的就是交友的状况及人际关系 位于两眉位置的兄弟宫代表的就是兄弟姐妹的状况及关系 位于上颜茧的田宅宫就是看一个人是否有不动产或家中的状况 位于三根及鼻梁的极二宫可以看一个人的身体健康状况 位于左额中央和右额中央的父母宫就是代表与父母亲的关系跟他们的健康状况 以及位于鼻头的财博宫代表的就是财库状况及赚钱能力 当然像素跟子微斗数一样命宫都属于论命最重要的论命宫位 由命宫立太极再转向至其他十一宫位来观看一个人的命格或一生的命运好坏 这集吴明老师就继续来说明子微斗数命盘十二宫中的六四宫其代表的含义 财博宫官钱的原份位行业赚钱的状况 财博宫官一生或十年大运进财顺不顺 也就是财的来龙去脉 财博宫官金额的大小赚钱的机会理财的人力 财博宫官财进来的快慢 是怎么进来有无曲折中途是否有变 在公职的基本行义来看 财博宫在人指的是对象配偶金钱观价值观 在市指的是投资者与上班族的区别 在务指表示先天财运的机缘 手边钱与现金的原份位 财指的是金钱 博指的是衣博 还能看出一个人的衣着行为与品位 大献财博宫如果入全入本命负极线或胸有线 都逐此大献代表有钱赚钱景美妙 如果记录这十年最好稳定上班 否则可能倒店 代表的六亲友赤子 也就是子女的兄弟公 二舅子 子儿位 三老公或三老婆 财博宫公位转换的含义有 财博宫为迁移宫之福德宫 指在外闯淡之有钱无钱 有路无路在此看出 财博宫为官入宫之官入宫 表示事业中之营业状况及损益 财博宫为夫妻宫之夫妻宫 表示夫妻的对待关系 财博宫为父母宫之疾恶宫 显示父母的健康状况情绪位 财博宫为福德宫之迁移宫 代表情绪的表现位 财博宫为交友宫之填宰宫 在风水来看就是指客房 财博宫 seemiş 1.身体健康 体质强弱 2.五脏6腑 哪个器官有症状 3.非来恒或灾祸的类型 4.脾气及EQ管理 疾厄宫显示喜、怒、哀、热的情绪反应位 饥饿公看健康状况 看胖、瘦、习性、懒惰、还是勤快 在公职的基本含义为 在人指的是思维、脾气、劳力 再是指的是靠劳碌、身体赚钱、运动以及劳动量 在物质的是健康、灾厄、意外及物质生活 命为性、饥饿为心 两者交互感应而发为情 命是一、饥饿是六、一六共中 合为一体可看健康状况 饥饿公为命公的共中六位 肉体、身体也是行为的促成位 也可以表现出家运 饥饿公可以看疾病灾难的来源 饥饿公配合命公、身公、福德公 可看一生最困扰你、最苦恼你的事情 也就是烦恼的来源 饥饿公代表的六亲友 三子、大媳妇位、何媳妇 因为为子女公的夫妻公 饥饿公为转化含义有 饥饿公为交友公之福德公 显示与人相处的个性本质位 饥饿公为田宅公之官路公 田宅之吉凶表象于此 也是家运位显示物质的生活位 饥饿公为官路公之田宅公 为工厂或店面、办公室、生产线、工作环境、工作地方、公司等营业场所 饥饿公为夫妻公之子女公 可以看配偶之桃花 由此见端倪 饥饿公为父母公之迁移公 看父母的社会关系、地位以及人力位 饥饿公为兄弟公之财博公 可以显示兄弟的金钱状况 迁移公官在社会上带人处事、交际应酬能力、人生舞台能力展现、身份地位、人生因经历磨练而成长 迁移公可以看出外的际遇、在外的交通状况 迁移公可以看遭遇的人、事、物、不论你认不认识或是否遇贵人 迁移公也可以看人际关系 也就是人缘的好坏或是否有人缘 迁移公公职的基本含义有 在人指的是个性、夫妻、老运 在世指一马、出外、出国、移民 在物指出外的一切因缘 迁移公为行于外的外表、模样、表象公 也就是在外的形象、气质 迁移公为社交、活动力、人生的舞台、能力的展现、领导统育的人力 迁移公为一马位、非特定对象的广大人气位 广大的社会、离家在外的情况 迁移公看人生的经验、视野、判断、应变、智慧的学习位 成长的历练位、人生价值观位 迁移公看因果里的人生因缘、际遇、天父的果报位 迁移公与意外、灾难、因果病有关 迁移公也可以看外出或一个人是否适合远情 迁移公代表的六亲友、二媳妇或长孙位 也就是孙子因为为子女的子女宫 迁移公公位转换而易有 迁移公是福德宫的官路宫 也就是气宿位、父母宫之交友宫 因此迁移公可以说是父母及主上遗传给我在命与性的潜在因子 迁移公是父母的交友宫 故可以看父母之寿源 迁移公是福德的气宿位 因德如何在此展现 出外防小人、如以因果论 是在常前世债 常有人不良于行 即是迁移公受制于福德 也就是前世之因果也 迁移公是夫妻公之财博公 可以看配偶的金钱状况位 迁移公是兄弟公之饥饿公 也可以看兄弟的健康状况、情绪位 迁移公是福德公的官路宫 可以看老运的走势 看老年是否有福可享 也是受限位 因为福德三方足果报 迁移公是田宅公之田宅公 在风水上可以指庭院或门外的环境 官路公关 1.运势起伏的公位 也就是运途公位 升迁、失业、官非诉讼 由此看出 2.老板事业营运的状态 上班族工作环境 3.学业求学情形 以及考运 4.政治运途 或选举运 5.一个人形象的公位 官路公可以看自己 与上司及事业伙伴间的关系 官路公可以看自己适合何种实业 官路公可以看事业心衰的可能走向 官路公可以看工作领心的方式 官路公其实也是个运气味 官路公公职的基本含义有 在人指的是上司及事业伙伴 异性缘、男女情缘 在事为工作、事业、职业、升官跟学校 在物为指先天工作运势强弱与否 官路公指工作、长业、赚钱的方式 也是读书的学习位 官路公乃代表一个人的形象以及行为 官路公代表的六亲友 孙子的老婆 因为是迁移公的夫妻公 官路公公位转换含义有 官路公乃财博公之财博公 表示财博之金之运用情形 官路公乃夫妻公之迁移公 指的是配偶的形象、能力、社会地位、表现位、婚外情位 官路公乃子女公之吉二公 显示子女的健康状况、情绪的公位 官路公乃福德公之福德公 可以指祖坟 因为福德公之福德公 代表的是先天因果及自身身后归宿 所以可以通称为坟地的义士 官路公乃父母公之田宅公 可以看父母亲住的房间 自己的书房或书桌的状况 官路公为命公之器束位 命照本人之行为表现运之对限之付处 官路公可以看婚外情 如果桃花星座官路公的话 可以看配偶的地位祭遇 官路公为夫妻的迁移公 婚姻之外的感情位 也就是婚外情的公位 官路公记录夫妻公 如果是桃花星的话 容易因为自己的婚外情 而破坏婚姻 田宅公关 1.能不能得主业 也就是不动产的多寡 其实也是个财户位 2.住宅的环境 会不会搬家买房子或卖房子 3.阴阳宅的吉凶 4.也就是家运位 5.会不会遇到火灾地震 田宅公可以关住家的环境 田宅公可以关家中的摆设与装潢 田宅公也可以关在家的情况 田宅公可以关看什么时候适合买房子 会不会有房子或房子是怎么来的 从古至今 从八字到紫围斗数 田宅公一直有财库的说法 田宅公的公职基本含义有 在人指的是家族 亲戚 小家庭 家运姻缘 在市指客厅 搬家 店面 工厂 意外 意外指火灾或地震 在物质 产业 主业 先天的不动产格局 田宅公为财富的收藏工 财博的共中六位 含 动产 不动产 有价证券 珠宝钻石 珍贵益品 银行存管 现金等一切有价物 简称财富 财库位 最大的财库位就是田宅公了 因为它可以代表一切财产的总和 房地产存款 家庭的一切财产工位 也可以从田宅公看出 田宅公也可以指中亲家族家世 出生背景 家庭 亲情 天伦之乐 居住环境 邻居相处 所拥有的有形的财产 房子土地 主上主得 田宅公包括居住环境和邻居的相处 也是物质生活位 欢乐宫也代表了天伦乐 男欢女爱的位置 田宅公为第二命宫 所以不可破 破则有灾 物记录子女宫充田宅公 也等同于记录迁移宫充命宫的效果 田宅公代表的六亲友 二姑妈 田宅公为转化含义有 田宅公为财博公之吉二公 财田为一六公中乃表理关系 可诊断财之病源 田宅公为吉二公之财博公 财博为交易之工具 说明田宅与吉二之风水关系 田宅公为交友公之夫妻公 亦为夫妻之交友 亦为义性的朋友 田宅公为父母公之福德公 可以表示父母的嗜好 兴趣味 田宅公为子女公之迁移公 小孩的地位 人力跟形象 由此看出 田宅公为兄弟公之官路公 兄弟的工作状况跟行业 田宅公为命公之田宅公 命主住的房间 客厅或与一家人的互动 福德公官嗜好 兴趣享受 精神信仰 偏执的想法 品味跟内涵 福德公看你的主德 是否辟应你 福德公看你的潜意识 跟个性 福德公看你的财源 以及祖心的特质 福德公公职的基本含义有 债人指的是福气 德性 福报跟因果 债氏指的是交际应酬的公位 嗜好跟享受 债务指的是赚钱 与应酬 福德公官累世因果位 也就是果报位 根气才华人生观 由此看出 福德公官秉性性情 嗜好兴趣 精神感受 享受位 感情情绪的抒发位 所以福德公有计 精神压力大 是否会自杀或犯杀 由此看出 福德公也可以看 受限 顽景位 顽景窟窿的因果 显现的重要指标 由福德公看出 福德公也可以表现 反应精神 感受 也就是喜怒哀乐的表现位 也主导健康与病痛 因为他也是果报位 福德公代表品位 内涵以及修行人的善缘 根气和自在 智慧位 就是精神方面的提升 人生自我价值观位 福德公可以看 深厚的归属 也就是灵堂的产面大小 以及深厚的棺木 跟坟地的状况 极恶乃属心性 福德乃由因德 主德而来 且教与钱财有关之情欲 福德为四号公 偏重于钱财之关系 福德与极恶 同表七情六欲 福德公也可以看自杀 又称为自我之病 福德公代表的六亲友 主父母 主母 大姑妈 公位转换含义有 福德公为夫妻公之官入公 配偶的工作 婚后之生活形态 悲欢离合 与福德有关 福德公为 极恶公之极恶公 身体的状况重要参考之公位 说明福德为因 极恶为果的不可分的关系 福德公为官入公之夫妻公 表 关系企业 有实物往来之同行 福德公为兄弟公之田宅公 兄弟的财产状况 创业连锁的财产 兄弟姐妹的房间 福德公为迁移公之财博公 可以看在外之财运 福德公为财博公之迁移公 金钱欲望的表象公 个人物质的偏好公 而无名老师很高兴能与大家在这分享与讨论指挥斗数相关话题 指挥斗数命盘十二公中的六四公我们也说明完毕 如大家对于六四公还有相关问题 请留言让无名老师知道 也请大家动动手按下订阅及小铃铛 点赞并分享此影片 持续关注这个频道 并留言给予无名老师鼓励与指教 敬请期待下一集的节目 再会 最后无名的师父说 如何快速记住指挥斗数命盘十二公中六四公有哪些公位呢 其实很简单 据理解公位名称与非生命体方式呈现 或与各种事物有关 也就是所谓的六四公了 即财博公 吉二公 迁移公 官路公 田宅公 福德公 如果能将六七公与六四公相结合 则运势的吉凶与事情的处理方向就变得更加清晰 且如果能搭配面向十二公官命主当时的面向状况 更能清楚掌握实际气场、磁场的状况 将更能精准的掌握论命的关键 这也是紫薇斗数能搭配像素论命的神奇之处啊